那接下来我就要说到 就是网约车事件 引起了严重的后遗症 好多的妹子都吓坏了 然后有网友都晒出来 说他们家母亲大人下命令 整个家族啊 就是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晒的真实的这个东西 在这儿 瞧 我妈在家族群号召 必须我们所有女孩 要修改滴滴的资料 OK 然后那个每个人 每个女孩子都不得不修改 大家瞧一下 说这位原本她这个滴滴资料 这样的 Nancy Leah 90后 公司上班 还写着什么吃掉我的胡萝卜 还有一张美美的照片 然后她妈说改 说这种照片你敢放到滴滴上 改立刻改 然后这位小姐姐赶紧改了 改完之后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这风格 叫做暴躁老兵 龙的传人 70后政府机构 中国战狼冷风 我帮你你还回我 那我就干你 就这样 然后上面一个 就是留着纹身的一个 70后大叔 哇 和他原来的这个对比 还真是蛮强烈的 就是从一个小姐姐 女神级的小姐姐 直接就变成了一个中年油腻大叔了 然后他们家其他的女孩 也都纷纷改 改完之后 您看这个 对 这风格 这位改成叫做绵阳老兵 其实原本是吧 是个95号的女生 现在叫做70后 对 然后数的是黄沙百战 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然后再瞧另外一位 改成叫做军魂涌在心 70后 是吧 喝醉裂的酒 打醉也的狗 干得好 干得好 这是不是把他老爸这给贴上去了 再瞧这个 龙的传人爱打人 又是个70后 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 我天 瞧小姐姐们 吓成什么样的 再瞧这位 宋大壮 70后 泰拳职业选手 全国第18届泰拳大赛冠军 这宋大壮的脸是打泰拳 给打肿的吗 这个 然后 反正大家各显神通 这个叫什么 灭霸 和50后 继生办主任 就是 就是咱们的妹子们 已经吓得 就成这个样子 就是活脱的把一帮90后 95后 给逼成了 中年油腻大叔 但是 但是这个样子 就像刚才有网友提出问题 那他们还能 能 这个打到这网约车吗 会不会网约车 见着都绕着走呢 那这种车就绕着走 得了 你安全第一 是吧 就是哪怕打不着车 你也不能够说 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大家一串的打溜 还有人夸 还是当兵好啊 对啊 但是在这种情况 居然也有人搞逆向操作 什么叫做逆向操作呢 就是这不是一些小姐姐妹子 纷纷把自己改成什么70后大叔 是吧 都是各种的凶猛 然后居然有人倒着改 就是现在有男生吧 把自己图改成女孩 你比如说像这位 改成潜文秘书 其实他是一个肥宅穷鸟司 但他改成这个时候就发现 打车容易多了 然后还有这位 这哥们也是改成一个美女 但其实喜欢喝草莓牛奶 音音音退魔 他干嘛呢 他其实是一个退伍兵 看不惯这种歪风邪系 就专门想教训教训那些兔崽子 你看这个也挺传奇的 所以我在这里也真诚的提醒各位 要小心 对吧 就是毕竟呢 这还是有许多不安全的因素 所以尤其是各位女生 我觉得你们可以见见一下 把自己的滴滴资料 听说他们现在要整改 我们等不了 就赶紧把自己资料 该改就改 然后你要觉得想用一个 就是一看就是比较垮的大叔呢 你们可以用我 用我的头像 欢迎大家使用 对吧 你们现在截个屏 然后放上去 我想问一下 你改了那个资料 你打了车 你还是会上那个车啊 对啊 可是是这样的 他们有的司机是专门就 就搜这种资料 他专门接这样的女生 其中有些就是心怀不悔 我觉得这种还是治标不治本 就像一个色狼 就像网友会说 你穿到这么这么漏 怪不得人家会这样的 就就就就就变了 你知道吗 应该是去责备那个坏人 对对对 就像有些女生 不管你好还是不好 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人 对 我们跟安哥罗罗说的对 就说有些人特别奇葩 他们居然会说 谁让你穿那么漏啊 谁让你那么漂亮 那你活该被骚扰 这什么狗屁话 这什么混账话 安哥罗罗 我跟你讲 你还是要把那个 给你发私信的 什么那种坏蛋 到时候告诉我 我在这边晾了它 晒晒它 让网友去 太多了 不用告诉 其实也没什么 待会儿我给你一个 治本的方法 好吧 慢点